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5号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开设了一个网络安全中心 允许客户测试公司的网络设备确保符合网络安全 华为呼吁各国政府电信业还有监管机构共同努力制定一套统一的网络安全标准 华为在布鲁塞尔开设的网络安全中心5号开幕 中心允许客户和政府测试华为的原代码软件和产品解决方案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 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机构目前都缺乏基本共识 因此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不同的期望 却没有一致的责任 呼吁各界制定一套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和验证系统 华为我们有一个安全安全基础的基础 它是非常简单的 A. assume nothing B. believe nobody C. check everything ABC principle We believe that both trust and distrust should be based on facts Not feelings, not speculation, not baseless rumor And we believe that fact must be verifiable And verification must be based on standards 胡厚坤认为一个共同的标准并在法律和技术上得到验证 将有助于在行业内建立信任 华为指网络安全中心将成为平台 供政府机构、技术专员、行业组织等在网络安全范畴上合作 公司客户包括无线和互联网公司 也可与中心测试网络设备 华为不会知道电讯商进行测试的目的和方式 华为在德国波恩、英国、迪拜、加拿大、多伦多和深圳 也设有类似的安全中心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斯基纳斯表示 欧盟会对所有符合欧盟规则的参与者开放 而且当局也制定了规则保障欧洲的利益 斯基纳斯又指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数码市场主管安西普日前会见了胡厚坤 讨论欧盟的忧虑 以及制定网络安全标准的可能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